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盆土比较容易板结 那么君子蓝就生长会非常的缓慢 因为它的根系是吸收不到营养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米醋 米醋不仅可以让盆土呈现微酸性 还可以保护君子蓝的根系 那么怎么使用米醋呢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米醋对水稀释之后 浇灌在盆土里面 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一定要稀释 如果直接浇灌的话呢 浓度太高容易烧伤根系的 第二个就是它不开花的时候啊 我们就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磷甲肥 磷甲肥的话 除了我们去市场买一些花多多二号啊 磷甲二勤甲之类 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制作 那么骨粉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骨粉里面呢 不仅钙元素非常丰富 里面的磷元素也是超级丰富的 我们只需要将家里吃剩的鸡骨鸭骨啊 或者鱼骨啊这些全部把它收集起来清洗干净 然后呢用水过一遍 将里面的一些盐分的全部清除掉 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把它晒干 晒干之后砸成粉末 然后在盆土表面呢撒上一点 或者是呢对水稀释浇灌给君子兰也可以 这样君子兰呢吸收了足够的钙元素和磷元素 那么呢它的根系啊就会长得非常的健壮 然后分化花芽开花 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